好 嗯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看这个复制的过程了 前面是不是我们只是会用了 把它用起来了 那么究竟这个Reddit在复制的过程 它是怎样去复制的 它的原理是什么 我们得搞清楚 就像我们要搞清楚MySQL的读写分离一样 或者MySQL的组成复制一样 是不是它重点是一个二进制的一个日制物件 对不对啊 二进制日制文件 那么OK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在Reddit中它的一个组成复制原理是什么 呃 第一步 你看啊 当从库和主库建立这个什么MS关系之后 建立这个MS关系之后呢 会向主库呢 发送一个什么呢 同步的一个命令 也就是说从库会向主库发送一个同步命令 这是第一步 他要做这件事情 那么第二步 当主库呢 接收到这个同步这个命令之后呢 就开始干嘛呢 开始在后台保存快照数据 保存快照 是不是就是我们说这个RDB啊 是不是RDB 然后呢 把这个把这个快照保存到这个RDB文件中 那OK 在这里是不是就解释了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问题了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RDB是快照的方式给它关闭掉了 但是还会生成一个RDB的文件 这个时候是由于谁来生成的 是不是由于从库它要同步主库的数据 这个时候生成的 能够明白吧 而并不是我们那个持久化的配置 OK啊 OK 你看 并将什么呢 7天接收到的命令呢 缓存起来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想 你想 我们现在 主库是不是一直在开始运行的 然后呢 这时候马上来了一个同步 发送了个命令给他 要同步数据 对吧 这个时候呢 在同步的过程中 主库是不是还有可能在接收用户的一些 请求或者访问啊 这个期间是不是还会有 在这个同步命令之后这一段时间之内 也就是做这个RDB快照这一段时间之内 是不是很可能在操作了 这个时候把这个期间操作的命令 它就记录下来 记录了哪里呢 记录它的一个缓存期域中 它把这个命令记录下来 然后呢 这个第二步 这就是主库要做的事情 其实主库总结来讲 做两件事情 第一步 第一件事情 接收到这个请求之后 做RDB的持久化 第二步 就是在这个RDB持久化的过程中 如果再有其他的一个操作 把这个命令呢 记录下来 做两件事情啊 主库 你看 第三步 当这个主库快照完成之后呢 主库的Redis就会将这快照文件 和所有的缓存的命令呢 发送给 发送给这个从Redis 所以把这个文件和这个命令都给他 都给他 这是第三步 第四步呢 当Redis接收到之后 把这两个都接收到之后呢 还有一个看法呢 是载入这个快照文件 把我们的快照文件 是不是做一个执行 并且呢 再将这个接收到的缓存命令 再做一次执行 这个时候 他们两个的数据是不是就一致了 那还是数据一致了啊 之后呢 第五步 之后呢 主库的Redis 每次接收到这个写的命令 注意 是什么呢 写命令 每次你接收到这个写的命令的时候呢 就会将这个命令呢 同时再发送给Redis 从而呢 保证他们之间的数据的一致性 数据一致性 那么OK 从这里可以看到 它和MySQL的主重复制 原理是不是有点不一样 MySQL是全告继日制 而这个Redis呢 其实它并没有做日制 而是什么呢 当你接收到请求之后 它把这个请求同时又发送给虫 发送给虫 它并没有做日制 那么它这里面 其中涉及到一个文件 就是一个RTP的快导文件 这个文件的作用是什么 是呢 就把之前 主库中内存中的数据 保存起来 发送给虫库 你第三个 说的那个缓存的 所有缓存的命令发送给虫库 是不是 那是所有缓存的命令里面的 写命令发送 所有缓存命令 没错 它这个期间接收的命令呢 其实就是把这个写的命令 其实就是指写的命令 从读的命令 它不会记录 没什么意义 读没有意义的 只有写是有意义的 然后你明白 接收到的 我们把这个加一个字吧 这样是不是更准确一点 对吧 写命令和所有的这个 写命令 可以吧 所有的写命令发送给它 这个呢就是它这个过程 一定要大家要记住这个过程 要理解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呢很重要 你得理解 Redis它的主库 到底是怎么实现的 怎么实现 那么OK 这里是不是就解释了 刚才我们提到那个疑问 为什么我们把Redis的 RDB持久化关闭 还会生成一个DORP RDB文件 对不对 这个问题能够能够解答了吧 这个疑问啊 那么OK 嗯 我们把这个 这两个调一下顺序 这个放到第五 那个放到第六再讲啊 调一下顺序 然后呢我们 继续网圈面 这里去看啊 这里去看 呃 在这个过程中呢 呃 我们我们提过 呃 主从之间是不是有个文件 叫RDB的文件 那么 怎么说呢 即使我们提到了 提到了一个文件 叫RDB 那么也是不是也存在一个 IO读写的问题 主库要把数据写到磁盘中 那重库 是不是要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文件读进来 读进去 要存在个IO问题 那么OK 下面来看 有什么叫 无磁盘的一个复制 而上面这个默认的复制 是不是需要一个磁盘 那个参与啊 而下面呢 来一个无磁盘复制 什么意思呢 来看一下啊 呃 主库接收到这个同步命令之后呢 会执行一个RDB的过程 会执行RDB 然后呢 即使什么呢 即使我们配置文件中 禁掉了RDB的持久化 也会生成 也会生成这个快要文件 那么如果主库所在的服务器的IO性能非常差 因为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考虑到主库 Redis大部分是不是都在内存操作 也有可能他的磁盘的读写会性能比较差 那么这个时候呢 可能什么 整个复制过程就会出现瓶颈 整个复制过程从存在瓶颈了 什么是他的瓶颈呢 IO读写 IO读写就他的瓶颈 那么庆幸的是什么呢 Redis在2.8.18版本之后呢 开始实现了一个什么呢 无磁盘复制功能 无磁盘复制 但是也别高兴太早 不过这个功能处于什么事业阶段 到现在还是事业阶段 还是事业阶段 你看他的原理是什么 我们来了解他的原理 Redis在从 在什么 Redis在于重库数据进行复制初始化的时候呢 不不会将快照存储到瓶盘 而是直接通过网络发送给重库 而避免了IO性能问题 而避免了IO性能问题 当然这些功能现在还是属于事业阶段 但是呢 它还是可 它是可用的 能够明白吧 无磁盘复制的 那个这个 配置文件在这 来我们来看一下他就可以了 是吧 这里啊 他默认是弄 你如果开启yes 开启yes呢 那就那就是可以什么 实现一个无耻难复制 也就是你不会再看到那个 盗口的rdb文件了 他通过网络给他发送过去 网络发送不用去写字牌 这个呢 是不是就可以针对上面 我们可能存在的一个性能 那个瓶颈的一个优化 哎 这个能够听懂不 哎 OK啊 呃 这个呢 大家对他有个了解就可以了 因为这个呢 我们就不做一个 不做一个重点的一个什么呢 不做一个重点的讲解了 因为呢 他这个功能呢 可能还是属于这个 事业阶段啊 事业阶段 嗯 这么多的 好吃吗 那么这个功能呢 不要再来 噓 的话 我把你打算